鬼吹灯 第一部 惊觉古城 天下霸唱 第二十五章 住之神殿 除了我之外 其余的人听了胖子的话都觉得奇怪 这人怎么回事 这玉石眼球怎么就成你的了 想什么呢 我心里嘀咕 要是被这些考古人员知道了 我们是干摸金发球这行当的 那可大事不妙 盲身手给胖子来了个帛溜儿 那他娘的那么多废话 少说两句也没人拿你当哑巴 胖子自知诗言 也就闭了口不再说话 好在脸上都带着双过绿合式防毒面具 神殿里又黑 谁也瞧不见谁的表情 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 陈教授和他的三个学生都是书呆子 我最担心的就是被Sherly杨识破 他脑子比我好上不知道多少倍 反应也快 稍稍露出些马脚就瞒不过他 也许他早就看出来 我和胖子是道斗的手艺人 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事已至此 我也用不着给自己增添负担了 于是不再多想 帮胖子把玉佩装在玉石眼球上 玉石眼球同人朝上 正对着天花板 正上方的凹槽似乎与胖子那快玉吻合 将玉石变换了几次方向 终于对正 卡的一声卡了进去 玉石眼球一晃 滚离了先前固定住的位置 地上光秃秃的 也不知刚刚是什么机关的力量 把玉眼固定在那里 我抱起玉石眼球 把它交在陈教授手中 请他观看 说为杨哲亮一根荧光管为陈教授照明 陈教授取出放大镜 翻过来倒过去揣摩了两三分钟 不断摇头 这个我瞧不出来是做什么的 不过这预言有人头这么大 浑然天成 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 甚至可以说在两千年前 人工技术也不可能造出来 惊觉国的鬼动文明太过神秘 陈教授等人穷尽几十年的心血 也没掌握到多少资料 只是对一些鬼动文字符号和历史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推测出这是个以眼睛为图腾 进行精神崇拜的民族 还是到了黑塔之后才做的判断 这一时三刻 自然无法解释 这神秘的预言是何物 目前可以认定的是 这有十六根巨型石柱的大殿 是一间神庙 既然精觉国事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 在神殿中供奉一个眼球 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为什么这预言上 有个凹槽与胖子的预配完全吻合 而且一装上 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预言 就自然脱落 这些事就无法理解了 陈教授让胖子把他那块玉配的来由 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不得有丝毫隐瞒 也不可夸大其词 务必实事求是 胖子当了几年个体户 平时吹牛砍大山 基本都不走脑子了 赶上什么吹什么 来新疆之前 他还曾经对教授等人说 这块玉是他以前去新疆打土匪时得到的 当时众人一笑置之 谁也没有当真 只是看这玉上有神秘莫测的鬼动文 这才同意让他加入考古队 一同来新疆 现在被追问起来 胖子见众人郑重其事 也就不敢瞎吹 他对这块玉的来历 所知也是十分有限 于是一五一时的说了出来 原来胖子的父亲早在十五岁 黄麻暴动时期就参加了革命 有一位战友 解放战争后期 两个最初原本在一个班的战友 已经添个一方 一个在一野 一个在三野 都做到了纵队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 胖子他爹的这位战友 在解放军一野 一兵团进新疆的时候 曾带部队经过塔克拉马干沙漠 西南边缘的尼亚 途中遭遇了一股百余人的土匪 当时新疆的局势很复杂 各种武装势力的散兵游泳 及大批土匪盗马贼等等 多如牛毛 所以解放军和土匪 发生遭遇战实属平常 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 首长警卫团就把这伙土匪 打得死得死逃得逃 最后在一个黑胡子匪首的死尸上 搜到了这块玉佩 对于这块玉佩的来历和用途 都无从得知 除了觉得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 上面刻了些奇形怪状的符号之外 也无甚特意之处 就没当回事 后来这位首长 听说老战友得了个大胖小子 就托人把这块无意中 得来的玉当作礼物 送了过去 二月逆流之后 胖子的父母受到冲击 先后去世 在新疆的那位首长 也因病辞世 当时胖子才十五六岁 正是四六不懂的年龄 最后家里的遗物 只剩下这块骨玉 就当宝贝似的保留了下来 对于这块玉石的由来 他所知道的全部内容 也就是这些了 陈教授听了之后 叹息道 可惜这些人都不在了 这块经绝玉又几经一首 来源已经不可 考证了 言必唏嘘不已 对于无法了解 这玉石眼球的奥秘 感到不胜惋惜 说了为杨瓦玉眼 从教授手中接过来观看 他全神贯注 看得极细致 我见他自从进了 京爵古城后 都没怎么说过话 心想他可能是因为 见到这座古城后 始终没发现 他父亲的踪影 所以才忧心忡忡 他父亲那几位探险家 失踪了一年有余 他们是否抵达了 这里都极难说 而且这地处山口 风大沙暴也多 整座城一年到头 不知道有多少次 被风沙埋进沙漠 埋了又被下一次 风刮的露出来 我们这次能找到 可以说是极幸运了 这茫茫大沫 要找小小的一支探险队 如同海底捞针 谈何容易 他始终抱有一线希望 总要见到尸体 才会安心 在京爵古城中 探索得越深入 他心中的失落感 可能就越强烈 在山谷中 我曾被他救过一命 我希望有机会能为他做些什么 此时见他对这只玉石眼球感兴趣 心想只可惜那块骨玉 是胖子的东西 要是我的就送给他 也不妨 这时还没等 十二雷扬看完 胖子便有些舍不得了 伸手去药 十二雷扬捧着玉眼的手 向后一缩 对胖子说 你急什么 我看完 自然还你 胖子说 别废话 这玉是我们家的 让你一洋人看起来 没完算是怎么回事 我怕你瞧眼里 拔不出来了 说着把手抓到玉眼上 就往回夺 我见状急忙劝阻 你们俩别抢 别抢 给我这当队长的点 面子行不行 我做主 先让杨小姐 看五分钟 我怕胖子和十二雷扬指起来 摔坏了这玉眼球 就边说边伸手去按 他们俩手中的玉石眼球 没成想 他们两个见我插手 都不想争抢了 一起放了手 我只伸出一只手 还是从上边按住的 那玉眼又圆又大 滑不溜秋 一个拿捏不住 玉石眼球 重重地掉在地上 啪擦一声 摔成了八半 众人大眼瞪小眼 陈教授全身 哆嗦着指着我 你你你你 你了半天 愣是气得一句话 也没说出来 我白口莫辩 连连咬手 我不是 我是 我这不也是 一番好心吗 没想到 他娘的怎么这么不结实 边说边伸手去捡 那地上的玉石碎片 心中暗暗祷告 最好能粘起来还原 否则他们让我赔偿 这是无价之宝 就是把我拆零散卖了 也赔不起 当时真是有点急糊涂了 脑子也蒙了 忘了具体是向上帝 还是向佛祖祈祷了 可能是由于没有固定的信仰 导致祈祷的效果不太显著 欲言自重不清 加上地面的石砖尖硬 有些都摔成了碎渣 我在地上滑拉了半天 也没把碎片找全 胖子说 行了老胡 摔了就他妈的摔了 别捡了 说着就去拽我胳膊 想拉着我站起来 我蹲的时间稍微长了点 加上心中着急 背后递至包里的装备又沉 被胖子一拉 立足不稳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无意间一抬头 见微弱的光线中 神殿的房顶上 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眼睛 闪动着奇异的光芒 正盯着我们看 进来的时候 我们曾粗略地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上面黑乎乎的也没戏桥 谁也没注意 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大一只活动的眼球 我急忙用手电筒往上照 这神殿虽高 顶上的范围也应该在我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之内 谁知手电筒一照到上面 光柱就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一般 除了那只巨大满布红丝的眼球 屋顶其余的地方一团漆黑 什么也瞧不见 其余的六个人也都见到了头顶 那只巨大的怪眼 众人心道不妙 怕那怪眼掉下来伤到自己 都纷纷向后退开 只见那只巨眼在半空中转了一转 便顺势落在地上 这一来我们都瞧清楚了 这东西虽然像是只眼球 实际上却是个半透明的肉球 外面全是青白色的物质 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 冷不丁一看 不把它看成眼球才怪 胖子见了这古怪异常的肉球 心中一慌 便把背上的突击步枪端在手上 准备开枪射击 我连忙按住他的胳膊 别轻举妄动 还未等我们想明白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那具眼般的肉球突然扑得裂开 里面流出数百条 纠缠在一起的黑色怪蛇 这些怪蛇同我们 在扎格拉玛山见到的一样 都是全身黑鳞 身长不过数十厘米 头顶长着一个黑色肉流 一堆堆的怪蛇蠢动在一起 身上满是黏乎乎的透明液体 好像刚从卵中敷出来一样 说不出的恶心 众人瞧得头皮发麻 情不自禁的又退后了几步 我们曾在黑塔中 见到的蛇神人手的守护神雕像 头顶也是有个这样的黑色圆球 当时陈教授推测这黑球是个眼睛 难怪在山谷中十二位扬在紧急关头 用闪光灯救了我的性命 看来这种蛇头上的肉流 即便不是眼睛 也对光源极为敏感 这时哪敢耽搁 我和胖子挡在众人前面 趁这些黑蛇还纠缠在一起 没有散开的时机进行射杀 他们的生命力极强 只剩下一个脑袋仍可伤人 我边开枪边招呼杵剑 把固体燃料倒上去 点火彻底烧死他们 火光把全市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 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 就被烧成了焦炭 我尝出了一口气 幸好先下手为强 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 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玉石眼球有关 或者那玉眼是个忌器 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 就完成了某种仪式 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引导了出来 不管是什么 以后再看见这种玉石眼球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了 我让众人简视四周 唯恐有漏网之余 又仔细打量屋顶 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 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 从何而来 这一仔细检查不要紧 果然是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神殿中的十六根巨型石柱 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六个眼睛的图案 石柱的底座都是正六边形 其中五边 每一边都雕刻 有一个小小的符号 各不相同 分别是恶鬼 羊手 胡人 巨童人 守护兽 还有一边是空着的 这些石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 一一用笔记录下来 让我们转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柱 仪式之下 原来下面是个石槽 和柱身分离 只要用力 就可以旋转 教授说 看来这都是大石柱的建筑 世间用于祭礼的神殿 没错了 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场所 筑底六边形的符号 表明了它的作用 这些石柱 每四根一组 现在的排列 是守护神的符号 交叉相对 刚才那个玉石眼球 就是个祭祀的神器 而胖子的那块骨玉 就是启动仪式的法器 不排除还另有 其他法器的可能性 至于这件法器 怎么流落到外边去的 恐怕永远 也不会有答案了 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 进入过这京爵谷国的神殿 也许是两千年前 那些反抗京爵女王统治的奴隶 偷窃了出去 都无从得知了 可以推断 一旦法器连接 就可以召唤被使为 守护神的怪蛇出来 享用祭品 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 是因为这石柱上 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 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 牲畜 恶鬼 神殿可能也会用来 做一些镇压恶灵 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 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变化 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对象 石雷扬问道 教授 这座神殿应该是与王宫 同样重要的场所 这里会不会有暗道 连着地下王宫 咱们到处找找 看好吗 现在小叶身体不好 必须尽快找到 地宫里的水麦才行 陈教授说 老朽可以打宝票 肯定有这样一条暗道 不过既然是暗道 这神殿规模又如此之大 咱们一时三刻哪里找得到呢 胖子插口道 二位掌柜的 俗话说得好啊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 我和老胡有多大本事 咱这不是有这么多苏联的黄色炸药吗 您几位出去歇会 我炸条通道出来 让你们也见识见识咱的手段 陈教授急忙摆手 不可胡来 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遗迹 破坏一块砖头 都是犯罪 我心想刚才 我摔碎了那玉石眼球 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 天下山川 地理五行风水 禁鼠都在胸中 找条暗道 河南之友 于是对他们说道 我看这神殿的 十六根石柱的布置 与透的十六龙排列相同 这布局 倒暗和剧门之术 汉代古墓曾有用 倒过这种机关布置的 先前在黑塔上 观看这古城周遭行事 果然是占尽地利 可见那经绝女王 也是个通晓玄学的高人 不妨由我来试试 用分金定学之术 找一找神殿中的通道 也许能够找到暗道 不过这方法 我也是初学乍链 到时候万一找不着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众人听罢 都表示赞同 静候在旁观看 我迈步走至神殿中央 观看四周的石柱 其实这种 透地十六龙柱的排列 不算太难 也无非是按 五行二十四方的变化 只是地点场合不同 略加变化而已 在十柱之间 反复走了几个来回 心中暗暗计算 这透地十六龙 其实就是蛇 十六字阴阳 风水密树有云 威舍飘忽 突然南北 这十六条中 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 才是真正的龙 说着简单 实际用起来 着实废了一番头脑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四块地砖之上 用小型地质锤敲了敲 其中三个是石的 只有一块发出空空的回升 这块两米 建方的大石砖 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 看来这通道很少有人用到过 除非用炸药 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 最近的一根石柱就是机关 不知道现在这机关还灵不灵 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 我把手放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槽 万一转错了方向 触发了什么机关 可就大事休矣 便又让另外的陈教授等人 退到神殿外边 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 先把空的那一边 对准有可能是按道的那块石砖 然后准备使劲 顺时针转动五格 反向转一格 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 然后反方向转动两格 一下不能多 一下不能少 否则会发生什么 可就不好说了 胖子说 老胡你当我不识术啊 当初上学时 我成绩可比你好多了 别废话了 转吧 我心中默念秘书中的口诀 千里寻龙 球指左右 顺扬五步 阴从其一 开转 二人使出力气 转动六方石槽 转一格便一起数一下 转动完最后一格 只听咔崩崩 一通响声 地面上的石砖陷了下去 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 高级 掷杀 李宗旺